李小冉,1976年出生在北京,中国内地女演员,1997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是当年北京舞蹈学院在北京地区录取的唯一学员,1993年进入东方歌舞团工作,1996年签约北京新宝园影视投资有限公司,2005年出演电视剧《别了,温州华》,之后陆续出演了《像雾像雨又像风》、《溺水寒》、《大江湖》等众多影视作品, 宣受观众喜爱,李小冉在事业上发展得很顺利,但是在感情之路上却是波折不断,当时有一件事更是被舆论闹得沸沸扬扬,那便是2010年导演男友燕波被砍之事,在2014年宣告结束与燕波结束六年的爱情长跑之后,2014年六月,李小冉与具有身后背景的富商兼业内金牌制片人徐佳宁迅速步入婚姻殿堂, 两人的闪风在当时可以说是让人惊讶不已,但距离小冉后来透露,徐佳宁与她交往16年的闺蜜,两人可以说早就相识,虽然两人在年龄上存在差距,但作为男闺蜜,徐佳宁可以说是与李小冉有许多不同爱好,两人在婚姻生活之中相处的鲁鱼得水,非常容下,徐佳宁对于娇妻不光呵护被治, 事实上,徐佳宁去时资金雄后,被妻子更是出手阔绰,珠宝豪宁送个不停,在感情上经历坎坷的李小冉,最终能收获如此幸福,实在让人羡慕不已。